大家好,我是一宁妈妈 今天我们来做糖酥饼 做法非常的简单 金黄酥脆,香甜好吃 轻轻一捏就得要炸 首先我们来做水油皮 250克葡萄面粉 加入140克清水 搅拌均匀 搅油以后再加入25克食用油 下手揉成面团 一刀案板上,像洗衣服一样的揉搓 将面团揉搓细腻光滑 最后揉好的面团是一个偏软的状态 密封饧面30分钟 接下来制作素油皮 125克葡萄面粉 加入55克食用油 搅拌均匀 搅到没有干面粉时移到案板上 用手掌推缩细腻 这一步也叫搓酥 搓得越细腻越好 让面粉与油充分的融合到一起 整理成团 同样密封饧面30分钟 接下来制作糖馅 100克白砂糖加入25克面粉 一勺黑芝麻搅拌均匀 30分钟以后在面板上撒面粉防粘 取出饧好的面团 将饧好的面团按扁 放上酥油皮 像包包子一样包裹起来 将封口处捏和盐饰整理一下 上面再撒一些面粉 再次将它按扁 按摩以后用擀面杖 尽可能的将它擀成一个正方形 擀的时候力度要轻一点 防止漏油酥 擀好以后从底部卷起来 搓长 平均分成大小均匀的面积 取一个面剂 再用擀面杖 正反两面将它擀薄 擀好以后放上一勺糖馅 同样是用包包子的手法 将糖馅包裹起来 最后封口处捏和盐饰 正反两面将它擀成一个小饼 这样一个饼坯就做好了 锅中稍微多放一些油 依次下入更好的饼坯 盖上盖子 用小火慢烙 烙一分钟左右 底部已经定型变色 将它翻面 翻过来以后再盖上盖子 再用小火烙一分钟 然后再次将它翻面 烙这个饼全程最好都要用小火 火不能太大 否则容易把饼烙糊 而内部还没有完全熟透 烙的时候要记得勤翻面 让饼坯在锅中不停地转动 这样可以使其上色均匀 受热一致 烙三分钟左右 每个小饼都变得鼓鼓的 而且有掉渣的现象 这个时候就可以将它盛出了 这样我们的糖酥饼就做好了 酥酥脆脆的轻轻一捏就掉渣 做法是不是很简单呢 这款糖酥饼可以烤也可以烙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赞收藏起来 我是印宁妈妈 我们下期见